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在前天吧 前天的呢 发现了一个病例 境外移入的病例 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小男生 少年 然后呢 他就是就是反国探亲嘛 其实我都高度怀疑 他不是只是单纯的反台探亲 可能就真的是在避疫情的 回来了之后呢 他其实是在彰化居家检疫 是 那彰化县政府呢 他们其实原来 我们大家才知道 就我们一直讲说 你境外移入的人 你应该要普塞啊 但是 但是陈时中说不要 那你能够怎么办 好 你也不能怎么办 那彰化县政府呢 他们自己做 我们把每一个进来的人 我们其实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都 我们就筛检他 因为也担心他们可能会在坐飞机的时候 可能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感染嘛 所以他们是隔了几天然后去检验 哎 居然呢 他们验出了一个无症状感染者 这一位少年没有症状 那结果 这一回 哎 我们大家想说 你把无症状感染者找出来很好啊 结果陈时中怒了 当然啊 他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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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破了国王的心意 他说 要找阵风出来好好调查一下 嗯 地方政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就觉得说 你莫名其妙 我们把有疫情的人 感染的人找出来 这是一件好事啊 你怎么会叫阵风单位去调查他呢 哎 陈时中现在因为网友反弹太强烈了 嗯 他就又转了一个弯 他说 啊 我们只是觉得 这件事情让阵风单位去调查 嗯 比较公正 否则的话呢 大家会说 我卫福部啊 跟这个彰化县卫生局啊 官官相护啊 回扯 嗯 阵风 阵风市 他能够懂什么卫生公共安全的 嗯 他什么都不懂 我告诉你 他就是查贪污的 嗯 他就是查那些 这个犯错的这一公务员的 嗯 你这个阵风市调查 请问一下 跟公安跟警察局调查有什么差别 我们要 呃 因为可能很多人 包括我们的一些的海外观众朋友 呃 不见得知道阵风是什么 正阵风也是台湾另外一个 中央地方一条边的 嗯 一个人事单位 就是各个地方的 这就是阵风的主管 不是由当地的政府呢 就能够决决定的 对 原来是中央派任 而且大部分都有司法官的背景 对 好 第二个就是说呢 正风顾名思义 就是在行政体系里面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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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闭机制啦 就是说在政府里面呢 就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监 监 监军 有一个警衣卫 就在你这个 这个系统里面在看着你 对 那随随时看看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就是说呢 诸司马基 然后呢 就就可以去办案的 好 这是阵风 香港就是连政公署 对 香港的连政 就类似香港的连政公署 对 那香港的连政公署还是把你找来我这个公署里面 但是我们的阵风是直接放到那各个单位里 里头 里头去 好 但是呢 现在呢 启动这阵风 大家会说 第一个 我们好奇说 你干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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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阵风 当你启动 阵风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说 你主观上面认为这是有弊的 对 那要不然我 我叫阵风 因为任何 任何 任何一个阵风单位的主管 或者说每个 每个 每个政府 政府体系里面的阵风人都知道 他只要你启动的时候呢 他就是要查弊的 对 那你是认为 彰化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异调是有弊吗 有弊端吗 这是主观 第二个就是说 当你呢 当你在启动阵风 大家难免就问到说 我突然想到就是说 今年以来的好多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听到阵风单位启动 比如说 比如说 徐永明的那三百万 我就没有没有没有听到呢 苏贞昌说 交交通部的阵风应该要查一下 没有没有听过 对对对对不对 之前陈明文的三百万 那当你看到呢 我们的法务部的这个政事呢 政事蔡毕仲在维护的时候 我也没有听到阵风单位在查什么啊 最近的联合报做的那个专题报导 涉及到这么多的单位里面明显的围标 包括了包括了像像台铁啊 像文化总会啊 像台台点 你有你有听到哪一个人说 我们启动这阵风单位去调查 给我查清楚 都没有 真的你该你该叫启动阵风的 没有一个阵风单位在动的 而且阵风都好像不不见了 结果这件事情阵风竟然启动了 对 这才是我 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阵风单位到底是在干什么 真正有弊的地方 全民皆约有弊 但是呢 你都没看到 都睡了 对 通通都睡觉 所以我说台湾 台湾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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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 因为都被减掉 台湾没有阵风 因为全部中风 那你这些 你这些阵风单位很明显都中风啊 对啊 那你现在派的 他现在在附件 对 就是反而是彰化 彰化到底做做做什么 所以大家在讲到第三点就是说 哎 啊 今年初的时候 我们我们记得 全世界 尤其在台台湾 台湾呢 在在呢 在打反中牌 尤其那时候是在总统大选前 你记得李文亮嘛 嗯 你记得李文亮 因为那个疫情将报而未报的时候 台湾呢 在2019年12月31号写了一篇 对 然后李文亮之后病逝了 病逝了之后呢 在台湾呢 被当成是一个呢 中国大陆的疫情有多么的不透明 对的一个代表性的事件 对 就大陆呢 甚至现在呢 连美国 连连连特朗普呢 在谴责呢 大陆隐匿疫情呢 都会拿李文亮做的做例子 那李文亮当时最大的一个 这个遭遇 其实就是公安直接请他 以后不要发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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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条文 没有错 我说实在的 就是在当时李文亮事件的时候 公安的那个约谈的动作 我还比较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对于COVID-19根本没有概念 就到底 到底他是不是一个很 让我们担心的 因为李文亮让他 让他觉得他可能是SARS 我还是这样子 我就说其实从那一次到现在 我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公安也好 阵风也好 你们都不懂 你们都不懂疫情 没有错 你们也都不懂公卫 如果今天呢 就是你这个整个的公卫体系 你的疫情管理的体系来调查 我都觉得合理 公安会懂疫情吗 没错啊 就一般人不懂病毒 公安就比我们懂了吗 阵风会比我们懂疫情吗 他也不懂啊 就是同样的状况啊 什么叫做交给第三方公正调查 请问一下阵风有哪一个人懂公卫 所以大家就说 那个时候呢 就是大陆的公安是恐吓李文亮 李文亮还得要自白 然后呢 要在网路上面呢 要把他的那言论呢 要回收 好 但是那个时候 终究连武汉都还没有封城 可是呢 当经过的疫情已经发展了半年 全世界都知道COVID-19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呢 现在 彰化县政府 他又不是偷偷的发mail去告诉大家说 哎 疫情快要爆了 大家又要小心 不是啊 他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彰化县政府的卫生局 针对自己辖区里面做比较大规模的异调 我就做严谨一点都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你要求60分 那我考80分 我犯法 现在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陈时中呢 觉得60分就好 大家都做到60分就好 但是呢 彰化县政府不可以 我要我要求我要考80分 要不然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可是呢 哎 你考你考80分 你这太过分了 打破默契 我要办你 他现在的态度 几乎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前面要求正风查的时候是恼羞承诺 后来呢 一发现呢 说 哎 现在全是全台湾的风向 不是跟着陈时中在转的时候 他立刻改口 改口 我就很生气 他在硬拗说谎 为什么你知道 他说的理由 你听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 莫名其妙的不合理 因为他说的理由是这样 他说 哎 当我一发现说 这个人无症状 然后呢 接着呢 他居然会被检疫出来的话 我就担心 那他是不是自己趴趴走 然后自己跑到医院去 那就违反了所有的检疫规定啊 所以啊 我们才要去调查 我请教各位 如果是这一个少年 他违反了检疫规定 自己跑到医院 然后去检查 结果检查出来的话 如果是这个样子 请问应该要正风来查吗 嗯 那当然是 这样的话 现在卫生区 你赶快去了解清楚 哦 原来是你主动查的 那不就没事了吗 如果你是担心说 他违反了隔离的相关规定 而啪啪照的话 你当然是去问卫生局 你当然去问 彰化县政府的民政单位 你怎么会请正风来查呢 嗯 正风怎么能够去查 他有没有按SOP来作业呢 所以说当当你启动正风的时候 那个恫吓的味道很明显 就是你小心我办 对啊 那你们你们你们这些地方官 改朝换代的时候 你给我你给我注意点 皮绷紧一点 就是都是用那种恫吓性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他多少就是因为 现在彰化县政府的县长 他是国民党籍的 是的 那呃 因为当疫情爆发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比较少去少去了解 或者关关怀地方的 其实这地方地方政府非常痛苦 彰化还还还算好的 可是你像台北新北 真的痛苦死了 就是那其实人也很多 对啦 人也很多 但是呢 最主要是台台北跟新北 他们光做异调 大家真的是呢 焦焦都烂额 事情其实都都是地方做的 中央基本上面呢 就是呢就是呢 假假假不一不一 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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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每天的开开记者会 看起来好像都他在负责 可是实际上在执行的都是地方 那彰化呢做前进部署 我都坦白讲 彰化的这个这个卫生局 他也不是逆时钟 他还是顺时钟 只是他顺时钟 他把时钟调的非常快 就他的他之前前进部署 他时间走的比你快而已 都不可以吗 他考80分 然后你60分 你要去处罚他 可是这个新闻是事件 我我觉得很可怕就是 如果全世界都关注到这条新闻事件 我估计全世界 不会有任何的正常国家 对台湾开放 欧盟就没有啊 经过这个事件之后 我更不会了 我原来你台湾的疫调 是这样子搞的 原来认真做疫调的 还会被处罚 难怪你疫情很好 你看最近陆陆续续 台湾现在染疫的只有两种 一种叫做境外移入 一种叫做境内移出 但是在境内都查不到 对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出国了之后就查到 对 最近的所有的疫情染疫的 都是境外移入 每天又增加了一新的一些境外境外移入 然后隔一天 有一起的境外移出 不是台湾发布的 最新的像是辽国 连辽国都有台湾境外移出的病例 那境外移出 当然大家就怀疑啊 本来就在怀疑 台湾的疫情到底确不确实 结果你连彰化你都要处罚 大家就Bingo 果然台湾的疫情呢是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就会更紧张 动用阵风去对一个呢 基于本乎的职责 而且符合他自己的职责 而且这个叶局长 我知道他讲 就说 他既是基层医生出身 是的 然后还去跑去念工位 所以他既懂医 医药 是的 既懂医学 然后他同时是好好的念过公共卫生 体系的 我想应该都比陈时中的牙医 要熟悉太多了 所以这个叶局长 我觉得我其实是很敢配 就是说他既有一身之格 然后他又学工卫 理论上来讲 他真的是有很好的机会 要去当当就是赚大钱了 他有很好的机会 可是他当这一个局长 已经当了十几年 当十几年是什么意思 当十几年的意思就是 国民党的县长用他 民进党的县长也用他 是 没有人不用他 结果现在陈时中就因为这个县长是国民党 就要去修理他 我觉得太过分了 对了 因为大家对疫情都非常的谨慎 尤其最近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不是境外移入 其实我们最怕的都是境内移出 对对对 所以境内移出 那你在境内 越南也查到我们 对 上海也查到我们 辽国也查到我们 最害怕的是有境内 泰国也查到我们 境内移出 就是你移出的时候 你人不在台湾 我们为什么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台湾 什么地方染疫的 那境内境内移出的这么多 几乎已经快要跟境外移入了 一样多 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谨慎 当这个时候有一些政治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国民党的县市长 如果说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陈时中做的很离谱 我觉得国民党的县市长 就应该一个一个跳 跳出来说 我要跟进彰化线 嗯 我要我要跟着 让我的县民知道 就说 我们要超前部署 我们要证实中快转 对 应该一起做啊